本节目是由低脂低糖健康好米 HAYANA赞助播出 各大超市杂货店及便利店都可买到 把爱心健康带回家 让HAYANA守护您的健康 优质好米尽在联心 糖尿病会增加一系列染病的风险 但与糖尿病相关的致盲原因 主要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其实它是一个视网膜的 一个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的一个过程 它最主要其实是糖尿病 高血跟胆固醇这些 同样会影响到视网膜 就是眼睛视网膜上面的动脉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在呼吁 就是说希望民众 就是说不是要等到他眼睛有不舒服 只要一旦检查到有血糖高的时候 应该就要立刻就是说 给眼科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 那未来就是说 如果医生说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一年或者两年追踪一次 那如果我们在说 那个视网膜增值的前期的话 大部分可能是六到九个月 如果已经是那增值型 已经眼睛里面有很多那些血管破坏 或者有疤痕的 那这种患者 他可能医生都会立刻采取一些雷射的治疗 之后可能是每三个月 很持续长期的追踪 如果发现他的视网膜 有可能会有剥离脱离的这些的征兆的话 医生一般上会重复一直在做这个雷射的治疗 那还有另外一种如果出血的话 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的方式 他们用注射性的一些的生长因子 眼睛里面他可以比较快去消化掉这些血块 让眼睛恢复 可是眼睛恢复了之后 那个视网膜的那个动脉血管出血的激励还是会很高 所以我们在重点要说的就是 是糖尿病的患者 认了一个患者一旦诊断有血糖高 需要吃药治疗的同时 就要开始做这个眼睛的 这个长期的一个追踪检测 至于频密度要由医生眼科医生来去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